妈,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怎么有点反应迟钝了,刘叔现在已经这样了,在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月了,你也伺候了三个月了,医生说了,醒过来的可能性不大了,你不能一直在这耗着啊,以后打算怎么办,不会和他一直过下去吧。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可是为了救你儿子,才受的伤啊,你为什么会说出这样没良心的话,当时如果不是你刘叔向前扑救你的孩子,那辆汽车急迟而来,撞的就是你儿子,躺在病床上的也是你儿子,是你刘叔来不及多想,一把将我大孙子推开,自己却被汽车撞倒在地,还英勇救人,你怎么还能这样无情无义呢? 妈,照看还在是他的责任,是他自己没有照看好孩子,让孩子再马上乱跑,最终导致车祸,我儿子在这次事故中收到了惊吓,我还没找他算账呢,再说,我说这些话都是为你好呀,你和他是二婚,半路夫妻那有什么真感情,刘叔已经这样了,他以后只会拖累我们,你还是和他离婚吧,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你这说的什么话,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他可是就你儿子才受的伤啊,你真是让我失望,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变得如此冷血自私 这些年你刘叔对你对我还是不错的,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对待,咱不能这样对待他呀,你能忘记他对你的好,但我忘记不了 你亲爸走得早,意外去世,留下我和年幼的你相依为命,那些日子,生活的重担如巨石般压在我的肩头,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悉心照顾你,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 然而,命运似乎也非常眷顾我,在别人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老刘,老刘为人,憨厚老实,对我和你关怀备至,直至把你养大成人,给你娶妻生子,咱不能做没有良心的事情呀 妈,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说到现实问题,他又不是我亲爸,他现在这样,你以后怎么办,我可没义务养他 再说他还有一个亲生女儿,这都是他女儿的责任,你赶紧打电话叫他女儿回来伺候他 儿子,你怎么了,你怎么变得这么没人情味了,你难道忘记了,你爸去世后,是他给了你父爱,你结婚他出钱又出力,你现在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妈,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给了你足够的爱,婚后的日子虽然平淡,但也充满了温暖 我们相互扶持,共同经营着这个重组的家庭,他虽然有个女儿,但也远在其他城市,并且在那里结婚生子 你刘叔一直把你当儿子看待呀 妈,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情况不一样,你不能因为他,就搭上我们全家吧 你知不知道,医生说了,就算醒过来也是不能自理的,还是需要坐轮椅,要照顾一个坐轮椅的病人有多难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更何况你年纪也不小了,你身体吃得消吗 别人躲都来不及,你为什么还要凑上去 再说了,刘叔又不是孤家寡人,他还有一个女儿,他女儿还可以照顾他 我觉得现在正是脱离的好时机,你趁老头昏迷不醒,直接你一张离婚协议书,用他的手按上手印 把房产和存款都留给我,这样就办妥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无忧无虑了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简直就是禽兽不如,怎么能够趁人之威呢 这是会遭受报应的,我是不会和你刘叔离婚的 他是我的老伴,我不能就这么丢下他不管,也做不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来 你说老刘也太可怜了,还不到,六十岁,得应该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如今却要面临这样的困境,无论如何我都要照顾好老刘,让他度过一个安稳的晚年 我绝对不会离开他的,你就放弃这种丧良心的想法吧 妈,你怎么执迷不悟呢 你要想想以后,你还有几年的活头呀 你就把后半辈子搭在这个老头身上吧 你要是不离婚,以后你养老的事,你自己看着吧 我可不管你们了,我负担太重 如果你不离婚,以后我们家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的孩子也会受到影响 老刘的女儿应该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 而不是让你一个人承担 我听了你这话,心里特别难过 老刘虽然不是你亲生父亲,也养育了这么多年 你不该赡养他照顾他吗? 我知道,儿子这是在威胁我,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老刘 做人不能这样,要讲良心的 你不能太自私了,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老刘的女儿在其他城市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不可能长期照顾老刘 而且,老刘是为了救你的儿子才受伤的 你不能就这样抛弃他 妈,现实社会良心值几个钱 我不是在威胁你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也很难 你还让我养刘虽,我真养不起 如果你再不听我的话 我便开始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了 我不再给你生活费,也不再来看望你和老刘 以后咱们就没关系了 你就和你的老刘过日子吧 老刘自己有退休工资 什么时候让你养过了 即使以后你不给我养老 我也不能就这么弃老刘不顾 你走吧,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儿子虽然不满地走了 但老天太知道,他还会想办法来劝他的 他心里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儿子的逼迫 也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好老刘 他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中 无法自拔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边照顾着老刘 一边承受着儿子的压力 老刘的伤势逐渐稳定 但他的心情却十分低落 他知道自己以后可能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 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老太太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他不断地安慰老刘 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 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 就在老太太以为生活可以慢慢恢复平静的时候 有一场危机悄然降临 老刘的病情突然恶化 需要进行一次昂贵的手术 老刘的退休工资根本无法承担这笔费用 他陷入了绝望之中 儿子得知这个消息后 不但没有伸出援手 反而更加坚定了让妈妈离婚的想法 老太太面对两边的压力 内心也陷入了纠结 不知道到底该如何是好了